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东部海域 海空域 其实凸显我们东部过去来 在空防这个部分一个非常薄弱的弱点 尤其是我们都非常清楚 我们的东部长期以来 我们都是配属英式防空飞弹系统 而英式是非常老旧的防空系统 特别它属于中低空 它的射程大概就是20来公里 它许多性能都老化 因此后来供机绕台频次增加以后 那军方特别机动调派了爱国者系统 到东部进行轮替或者住房 但这并非长久之计 特别是爱国者三型 它是我们北 中 南 特别是西部 防空和反飞弹最仰赖的飞弹系统 对 因此这样抽调对于之前 因应我们台海防御所买的这些武器装备 可能会产生一些这样战力间隙 因此像我们这个天空三型发展 还有量产以后 我们就必须要优先 把这个东部这个防区给它填补 不只是填补 还要用以强化 那从刚才博仲所讲的它的性能 还有它的这个包括射程 还有这个电子战的抗干扰能力 还有它的射高等等 全面远远优于就有的 因此防空飞弹系统 而且按照中科院和军方公布一些资料 天空三型还具备某种程度的反飞弹能力 虽然整体效能我们认为 与美国的爱国者三可能还是有一些技术和性能的差距 但对于这个我们这个国人自制的防空和反飞弹武器来讲 天空三确实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一个这个高性能的防空和反飞弹系统 当然用于这个嚇阻来自东边的空防的压力来讲 不管是这个战机轰炸机这种作战机群编队 乃至于他们发射的像这个群役飞弹 或者其他种类的飞弹 我认为他的整个这个防御能力 那是远远超过这个殷尸系统 这是无庸置疑的 没有错 不过这个新闻非常有趣 因为他还发生了一些这个案外案或者说插曲 就因为军方利用蔡总统视察部队的机会 对外非常高调证实 攻三飞弹已经落脚在东台湾 在察觉共军反应之前 已经先发现有对岸的网民 大概在24小时内立刻破文比对 还点出了他们研判的发射车部署的位置 那么不过我国防部时候打脸 还批评对岸的网友不够专业 不过感觉上对岸网友关心台湾军力的程度 好像远远超过长期遭威胁的台湾民众 那么对于对岸共军动态的关系 不知道计问您会不会觉得 其实这也算是一种鸵鸟式的隐忧 我认为这并非鸵鸟式的隐忧 我们等只能说这个两岸的社会的环境 还有民众所关切的一些议题 还是大大的不同 那我们都非常清楚 大陆对于军务向来是非常热门的 我们从它各种电视台 还有网络的一些传媒 可以发现它在军事这个领域 一直是一个热议的领域 热议的话题 就我之前有研究过 大陆从北到南 从东到西各个电视台的军事栏目 这个节目 可能有超过三四十个 这么多 对 然后网络上一些专门这个讲军事这个部分 你看各大的入口的这个网站 或一些APP 几乎都有军事 而且上面的网民还挺多的 这就是这个大陆社会目前的一个现况 就是高度关注一些很重要严肃一些议题 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等等 而这个军事在台湾社会的关注度 其实一直不高 偶尔有一些像攻击绕台 或美机舰在附近活动 甚至是之前美国的大黄蜂战机 这个迫降台南 才会引起一些军事热 那平常对于军事议题的关注 其实他关注度真是颇低的 看看我们电视台有没有专门的军事类的这种节目 其实很少 那偶尔会在一些谈话节目里面 触及军事领域 我们只能说 这次的两岸在社会关注度和风气 那有明显的落差 那这和这个台湾民众是否关心国防 其实也可以间接解释 那台湾民众关心国防的优先次序 可能更劣在 可能包括关注政治 但是关注经济或关注一些可能吃喝玩类一些民生的议题 军事类的关注度其实是比较低的 我听到继闻分析到这里 其实我想告诉继闻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每周的访谈结束之后 其实把他们做成引用资料上传 结果发现其中有很多段在我们后面留言的网友 但我不知道对岸是怎么翻墙的 但是大陆用简体字写的一些网友 他数目有的时候还超过台湾的网友 所以这个现象其实刚刚继闻分析的真的是非常有道理 我们接下来看看 其实对岸经常会发言要对台湾动客 那么接下来就是一则相关的新闻 这是中共中央军委会 这是参谋部的参谋长 其实这个名称很长 就是以前的解放军总参谋长 他叫李作成 在接见到访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李察森的时候 非常强硬撂下狠话 他说如果有人要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中国军队将不惜一切代价 维护中国的统一 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 事实上美国情报单位会整的情字还显示说 防范台湾独立和逼迫台湾统一 就是共军近年以来 积极发展军事现代化的最大驱动力 而五角大厦最新公布的中共军力报告 还进一步指出 中共军事技术在各领域已经逐渐取得优势 美国担心北京会自认可以顺利拿下台湾 而进一步决定对台动武 如果对照起习近平 在年初最新的对台谈话 结果您觉得 这依旧是北京对美台施压的放话呢 还是两岸军事冲突 真的可能为期不远 其实习近平年初的放话 他主要的明目是这个对台湾这个同胞之前的一个讲话 对 好像四十周年 四十周年 对 告诉台湾同胞 那这个利用这个机会 其实在助炒热这个有关这个两岸统一的一个议题 但我们看其实内容 当有软有硬 但普遍来讲没有超过以往 包括这个一国两制 那包括九二共识等等 那绿定的一个范围 或许他有强调所谓统一 那是个加重 但他并没有公布所谓的一些时间表 还有一些这个过程等等 所以基本上那普遍认为 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心意 但是那我个人认为 他是颇有针对台湾 但出口转内销 也有对于内部一些不稳定的一些因子 或者内部的一些不同意见 可以广泛来直白来讲 就是反习的一些声音 那进行一些压制和安抚 斩交点 对 有这样的这个作用 那至于说两岸冲突是不是围起不远 我认为就目前的发展理性来说 我认为军事冲突 那还不到这样的地步 虽然这个过去以来 大陆积极发展军事解放军的现代化 其实按照美国的军力报告 他还点出几个关键的项目 像这个隐形技术 还有这个海空军这个能力 综合实力 还有火箭军的战力 乃至于像这个超高音速武器 等等 一些重要的兵力和科技 那长足进步 连美国都不敢小觑 但是我认为大陆思考两岸的问题 军事还是列为它的下策 为什么呢 因为动武容易 可能请全国之力要打下台湾 对大陆的未来的国防能力也不是太难 但难 难在 它如何收拾后续管控后续对大陆的失分 我们可以看看这个例子 是 就是俄罗斯2014年就是并吞了克里亚 对 那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 欧美国家对它的各种金融 各种经济制裁 军事制裁 其实都一直持续的 对 对于大陆那么仰赖外贸和国际社会的一个合作 如果发生这种非常严厉的制裁 我认为对大陆的经济是一个大灾难 不止目前的整个经济体系运作 可能遇到高度的障碍 连它一些高科技 比如说5G或者这种高铁 或者它的核能 或者它的发展的国家计划或科技 可能都因为国际的制裁 不只是停顺 甚至会倒退 这个风险是它无法管控 没有错 和有效去计算的 我认为这个节制它对台动武 国际这方面的因素 我认为还是最重要的这个因素 是 当然中共会不会犯台 这个国际因素占了很大比例 不过我们本身实力也很重要 特别是有关于这个潜舰 是不是叫国舰国造的相关的进度 我们看到网络媒体上报报道说 国军自制防御性潜舰计划叫做IDS 由于美方最近已经承诺 会愿意全力协助IDS的技术层级 我方决定要废止 原本被迫拆成其部分的 所谓技术顾文标 不过对此海军宣称呢 其实是因为媒体对于细节的报道 已经影响到招标作业 海军才会重新检讨策略来降低风险 海军同时也证实说呢 其实目前已经有好几家 具有造舰实力的厂商 向我方表达出参与的意愿 相较于早先谣言满天飞 阴谋论不断 借问您觉得 这是不是也代表说 海军的潜舰国道计划 八字已经有好几片 我认为潜舰计划 说未来都是这个坦途一片 我个人认为人是太过乐观的 那特别是美方的态度 决定我们这个潜舰 到底能不能走得好 走得稳 它是至关关键而重要的 像我认识的美国朋友 长期交谈 其实我得到一个印象 就是事实上不止潜舰 包括台湾自治的所有武器 这个防御性 那是美国至关要求的 也就是它的功能性能 不能超过所谓defense 就是防御这个概念 所以达到攻击的 对达到攻击 或者让美国无法管控 那就是会伤害美国的利益 是他们的大忌 对对 所以我们的潜舰 那可能要端视于它的盾位 它的功能性能等等 那是不是在这个defense 能尽量凸显 而不至于说在攻击性能 那过强 如果攻击性能过强 我认为美方的支持力度 可能会打些折扣 甚至这个暗中自首 我觉得都有可能 但如果是一个符合他们认定这样规格 就是防御性的 我根据我接触美国人 对我透露一些消息 他们这个部分倒是会比较乐于协助 也因此就这个观点来讲 或许可以这个间接佐证 那海军的这个潜舰计划 那未来大概的轮廓是怎么样 因此未来国道的潜舰 它在功能性能 那我认为会尽量突出所谓防御特质 它也不具备可能最先进的性能或技术 应该是相对传统 而在技术上也比较保守的一个潜舰 这样的这个计划可能比较能行得通 好 对 纪文这段分析非常重要 好 不过我们接下来的篇幅呢 我想留给一个 我们可以说当成武器大官单元来看 因为五角大厦呢 周四在夏威夷的珍珠港 空军基地部署了三架B2隐形战略轰炸机 还外加200名空军的官兵 其实美国开始执行所谓的印太战略之后 就在这个区域轮流部署战略轰炸机 同时也和盟邦进行协同作战的演练 其实B2呢 也曾经前进部署到关岛参加演训 这次则是第二次出现在夏威夷珍珠港 我们知道美军在逆宗空战武器方面的研发 向来领先全球 不过在后续F-22和F-35接手之后 独领风骚之后呢 很多人都忘了这款造型非常独特的神秘武器 借这个机会识别请记文 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B2 相对于同属长城轰炸战略的旧式B-52 它必须要负责哪些特殊任务呢 其实B2这个轰炸机 它的外形就是世界一绝啊 它采用独一无二这个非翼构型 太怪了 这个逆宗构型 也因此它与各国的轰炸机其实都长得不一样 没有错 有它这个非常独特的颜值 目前这个很夯的这个所谓的说法 就是它有一个特别的颜值 那它这样设计的什么好处 就是有最先进的这个逆宗的性能 就让雷达没有办法有效判断 侦测 是这个B2轰炸机 可能会误认为是其他的这个空中的这个飞行器 让它能躲过可能机密设防的这个空防体系 那我们从过去来B2在执行一些区域冲突 比如说第二次博安战争等等 那还有就是1999年的南联盟 轰炸南联盟克斯沃冲突 它都达成了那美军赋予它的任务 还有对它性能的期待 因此它是可以涂穿 那当时的所有空防体系而毫发无损 这就是B2它大概的这个性能的这个特质 至于说B2这几年持续轮掉 到此街许多这个美国人认为有危机可能性的地方 主要是这个轰炸机因为逆宗性能很强 可以给予对手非常大的战略威择力 因此它会到东亚 它也有到这个 迪亚哥加西 就是中东地区 对它的对手实施威择 但总体来讲 由于B2 它的这个供养也非常的娇贵 比如它逆宗涂料就必须要很好的厂房 很好的工序 才保护它的这些相关的技术 有人还说它出勤 回来就要重新去检查 维修 对不对 它的涂料 也因此它不能任意部署在可能设备不够的这个基地 否则会对它本身有所损伤 对 也因此它是不轻易 轮这个轮掉或部署到它不熟悉的地方 那但是过去来我们都可以发现 包括珍珠港 还有关岛的安德森基地 都是它可以常住的基地 比如说它到关岛或者珍珠港 它威择的对手 那已经很明显就是像北韩 或者大陆 或者俄罗斯的远中的力量 那当然这几年 美国在执行 在南海东海 它会执行一个轰炸机 长期的存在这样的任务 它这样的任务可能是偏用 比较旧式像B-52 B-52它是比较粗壮 那使用起来比较粗放 不会像B-2那么娇贵 而且B-52它的整个操作成本也比较低 没有错 那这形成它不同的使用 不同的目的 但总体来讲 如果B-2出动的话 就代表美国对于这个区域的敏感度和危机 它是高度升高 也就是对于对手来讲 这也是美国释出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一个讯号了 好 以上就是本周为您播出的一起聊军舞 我们关心攻三B-3部署东台湾和前进国造的新进展 同时也探讨了共军高层对台湾动舞的威吓言论 此外还触及美国派驻B-2 引擎轰炸机到夏威夷珍珠港立体 希望今天主题您都会喜欢 同时也感谢纪文兄今天带给我们非常精闻的论述和分析 谢谢纪文 伯仲再见 各位听众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